我們再來看,剛剛那一題的答案其實雲端上都有 這邊我有把程式上面,你們自己再練習看看好了 盡量能夠做到三個方法能夠靈活的搭配 至於哪個比較好,你可以看你到底要抓多個 如果抓多個的話,可能用TechName 如果抓只是單個的話,你可以用ID 或者CashName 這個的話就是靈活搭配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要實戰了 也就剛剛好,有點像是學游泳好了 沒有直接把你們丟到海裡面去 這個時候是直接把你推下去 剛剛的話,等於是說讓你在旁邊練習 因為我們沒有真的把資料爬,我們是直接用貼的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有個範例就是 利用TQC的官網,然後來做練習 當然,不過練習的時候有一個 比較大的限制 因為我們練習的時候是拿別人的網站 所以那個網站的話,如果假設呢 他改版的話,那可能就會 會有問題 OK,因為他目前版本沒變 OK,盡量他不要變 如果改變的話 那我們可能又要改方法了 所以爬蟲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是附在別人網站之下 而寫出來的程式 所以那個網站的規則如果改變的話 那你就要跟著改變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 你不能說,一個網站不要給我變 對不對,不可能 所以他變,你也要跟著變 所以盡量選擇的話 我就找那個網站,盡量不要太大改變 如果改變的話 幅度不大的話 其實你要再取得你要的資料 其實倒也還好 那以這個網站來看 按右鍵檢視原始碼的話 有沒有,這邊原始碼這麼多 多少 總共1000多行吧 1700多行 差1800行了 那這裡面的話你可以看到 這些資料不外乎就是什麼 他前面一樣有一個什麼htm 後面其實會加一些其他的參數 head在這裡 head在這裡 一樣的head 然後有個 那個title這邊有 然後底下好像有一些css 有沒有看到 他有css 那在底下的話呢 還有一個什麼 scripts 這個是javascript 有沒有 他副檔名就點jss 不過這個你先不用管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 我們不需要 所以把它避開好了 那再往下卷動的話呢 他的title到這邊 head結束 有沒有 OK 那再來底下就body 有沒有body從這邊 後面 你也可以看到這邊有 有個class 不過因為這個網站 實在太複雜了 快要1800行 那資料太多 所以 假設 我的需求是 我要取得的是 這個網站上面的 這個名稱 當成他的什麼呢 類別 就是 證照的類別名稱 好 那第二個的話是 中文名稱 第三個的話 就英文名稱 所以呢 我希望 把這個資料呢 可以幫我爬下來 那爬下來的話呢 也許 我們再開個新的工作表 那這邊當然呢 我可以給一個名稱吧 比如說這個就是什麼 類別 比如說 希望 將來 把資料 爬下來的話 這個就類別名稱 然後第2個的話是中文名稱 然後再來英文名稱 所以總共有123嘛 那網頁的話就是123 所以我希望抓這個 這個先放在第1個 第2個第3個 然後再換下一個 123 123 有沒有意思類推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剛剛好可以把這個資料 幫我放在這邊 所以 其實我們要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把它原始碼全部抓下來 所以怎麼樣全部抓下來 所以我們乾脆用同樣的把它放到下面好了 那第1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直接 在我們這個上方 你可以看到 應該是 在這邊 所以分兩階段 第1個階段 就不是先用HTML 先用這個 第1個是 XML HTTP物件 利用它可以幫我把原始碼先抓下來 那我要抓下來先抓到哪裡 先抓到A1 所以第1段程式碼在這邊 OK 所以 待會你們其實 可以用Ctrl C Ctrl V好了 因為這個可以當範本 把第7頁裡面的 叫做 爬取 TQC plus 正照 名稱 01 記得 這一段 Ctrl C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我們 這個程式先停止 貼到我們的 module底下好了 就貼在這裡好了 或者你另外獨立一個新的模組也可以啦 我是直接貼到下面 然後呢 這個程式主要就是怎麼樣 幫我把剛剛看到的1000 總共有1800多行 把它這個原始碼 放在A1 所以A1的部分 我先另外再開一個 A1的部分 不過因為那個太多了 所以我 大概就是把它拉一個寬 那1700的話一定放不下 不過至少啦 我知道 有把資料抓下來就OK了 那抓的方式的話呢 我一樣 用那個 用惡例擺定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一樣宣告嘛 然後一樣先 set 有沒有 那new 記得喔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你的 這個設定以用項目 一定也要打勾喔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現在不能打勾 因為你現在執行不行 所以你要停止掉有沒有 你這邊看才會有 所以之前好像同學 就是按F8 然後你再到這邊 奇怪為什麼灰色 因為你執行階段 他沒辦法引用 所以你要停止 然後你到這邊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打勾 如果假設你們這個沒打勾啦 那底下 一定會出錯 哪個地方會出錯 應該 物件 這個底下這個我好像也是用 Let's Biden 不過這個 我先 所以理論上 這個應該 應該先不用宣告吧 這個階段好像 這兩行其實是暫時 我把它不要宣告 所以主要啦 第一個的話 讓我看 第一個的話 我們是先 Create什麼 第一個 這個我用Let's Biden 然後呢 主要是用這個 叫 xml htb 物件 把它Create 它的 物件的名稱 我取一個 物件名稱 叫 xml 主要是用它 一個方法 叫 open open的話 就把 這個網站 打開 所以給他網址 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 實際上這個網址 主要就是 在剛剛看到這個 有沒有這個網頁 把這個網址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的這個 就是open後面的第二個參數 這個就是他的網址 那get的話就是他的那個 他的方法 用get的方式 也就是把這個網址 放在url上面 然後把它取回來 最後一個 通常是false 好 把這個 訊息呢 在send就是傳給server 那請server 幫我把這個網站 裡面的原始碼 丟回來給我 他會怎麼丟回來給我呢 他會用一個 一個屬性 叫 response test 丟回來的話 我前面就用那個 A1去接他 所以 我們把它執行 不過因為這個send之後 那server知道了 你需要這個原始碼 那我丟回來給你 所以我就把 大概800行的 程式碼 就會 下載到A1 所以這裡面的話 應該就 1800多行 不過因為卷軸的關係 就沒辦法卷下去 理論上底下 就是這些 這程式太多 就算 OK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第一個就已經把資料 下載下來 所以其實 資料下載的話 其實主要 就是這幾行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總共應該是這四行 就把資料下載了 但是接下來你說 老師 可是那我要怎麼樣可以讓他 變成就是三欄 當然就要解析 可是要怎麼樣去解析 接下來就是說 你要針對 你要的資料 找出他們的特徵 怎麼特徵 就是第一個 不外乎就是他有沒有 Tag名稱 或者是他的 類別名稱 或者是ID 這三個 那怎麼找出特徵 我上禮拜有講過 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 你直接在這個類別名稱上 按右鍵 檢查 這個 非常重要 因為 千萬不要傻傻的 自己慢慢去看原始碼 真的你會看到吐血 連我自己都覺得 看原始碼真的是 太笨了 有簡單的方法 按右鍵 檢查一下 他其實也是幫你把原始碼 顯示在右方 可是有一個 比較方便 就是說呢 他會直接告訴你說 你現在的這個標籤 到底 他的 標籤名稱叫什麼 有沒有發現 他會用一個 有點像是 淺藍色的反白 有沒有 這一行 這個東西 背後指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實際上 他背後的標籤是什麼 DIV 有沒有 然後呢 他多一個就是 他有個類別 類別名稱是這個 所以 其實假設說你要抓的話 假設你用 DIV這個標籤名稱 可能會抓 一堆 對 非常非常 因為這個DIV 非常普遍 就是一堆 可能 也許你 裡面只有78個 但是他可能 給你的可能是 七八百個都有可能 所以你其實要搭配的話 我是最好的方法 用class 所以我們知道class 這個第一個名稱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是這個 按右鍵 再檢查 所以這個 中文名稱按右鍵檢查 它會出來是 H4 但是H4的話 我不確定說 他是不是會超過78個 這麼多 那我有用一個方法 我就 搜尋看看 那搜尋的話 我習慣上 就按 Ctrl F 直接在這個上方按 Ctrl F 然後打一個 小於符號 再打一個 H4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檢查一下 這個H4的標籤呢 在這個網頁裡面的 總數是多少個 71 應該是71 應該是蠻接近的 我在想說他們證照是不是 總total是不是70 那如果你假設沒有把握的話 另外你還可以再找一下這個 英文按右鍵檢查 英文右鍵檢查這個叫small 所以你找一下small 如果small的數量跟 H4的數量是一樣都71的話 那表示這個標籤名稱應該是沒有錯 所以找一下看看這個應該是 哪個small OK也是71 有沒有 有沒有 那如果假設我找這個class 這個class是這個 那一樣嘛 你可以把這個class名稱 複製 複製貼到這邊來看看 找一下是不是也是71 有沒有 這個標籤名 這個class名字也是71 所以顯然 他們的這個 數量應該是71 所以 等於就是有71張證照 所以喔 如果人家問說 TQE Plus有多少張證照 其實這邊就答案了 71 但接下來的話就是我要怎麼樣把他們全部抓下來 並且把它列舉在下面 所以喔 第一個 我已經把那個原始碼 放在 這個 Range A1 不過放Range A1不是必要的 OK 可能是次要的 主要是這個裡面的東西 我有了 我已經把原始碼抓下來了 接下來怎麼抓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 試著Range A1 我剛剛這一段 所以剛剛這一段 我其實上面這個應該是可以把 把它先註解掉 但是因為 底下還是會用到 HTML的file的物件 所以 我這個程式分兩段 所以 這個是第2段 再去做什麼 做解析 解析的部分就是 二合一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